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会讲解聊天界面的设计 首先我们看一下聊天界面的原型 好,我们现在打开上一节课存储的原文件 我们点击通讯录这个界面,点一下右键 拷贝一个智能对象出来 修改一下名称 我们双击进行编辑 首先呢,我们会把我们正在聊天的这个人 把这个名字放在中间 这样呢,我就知道我在跟谁聊天 然后我们把其他的这些无关的人等都删掉 我们留一个最后的这个头像 作为我自己的一个名称 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由于我们在上面已经有对方的名字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名称呢也是不需要的 我们把头像往上移动一下 我们把自己呢,放到他的右侧 跟他对齐一下 然后我们往下拖 好,我们首先画一个气泡框 然后这个气泡框呢,一般来讲呢 会到我们右边头像的附近 然后我们把圆角呢,调小一点 我们给气泡框添加一个小尖角 然后指向我们的用户的这个部分 然后指向我们的用户的这个部分 感觉有一点太大了 不好看,我们缩小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文件里面拖一段对话过来 我们把气泡框的颜色改一下 然后把文字的段落稍微调一下 这个时候我觉得段落之间的距离有点太近了 这样看起来并不是很舒服 我们把间距调大一点 好,这样的感觉呢还是可以的 让我们缩小看一下 现在感觉这个底板呢有点不是很明显 这个气泡底板不是很明显 我们要么呢把颜色再加强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显得 发灰不好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字体的颜色加深一下 我们再缩小看一下 现在的感觉呢就是这个底框 那也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然后这个文字呢同样还是比较清楚的 然后我们把自己的头像 往上挪动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自己复制一个 发送语音的一个消息过来 我们 把它的水平翻转一下 这样的话呢这个箭头呢就指向了自己 我们调整一下距离 我们知道我们平常发语音的时候 语音消息呢是有长有短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 不需要这个消息那么长 我们先做一个短一点的语音消息 就说是这样的大小 然后呢我们语音消息通常是只有一行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调整的再小一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消息 为了凸显它是个语音消息 我需要给它加一个可以播放的一个符号 改一下颜色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它语音的 语音的时长 这个时候如果我还是希望把我的对话 和对方的对话区别开来 因为我 这个时候如果全部都是灰色的呢 可能会有一些看的不明显的地方 所以我对这个对话框 我给它加一个颜色 微信好像是绿色 然后默默的是用蓝色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主体色调是黑色和黄色 所以我希望这个地方呢 当然灰色呢已经被 对方的对话已经用了 所以我们自己这个地方我们用黄色去做 淡黄一点 不能饱和度太高 因为长期看饱和度太高的颜色呢是 看起来会比较累 那这个 这种灰色的 播放图标呢 在这个黄色的底上呢 看起来就不是很舒服 我们把这个颜色也改一下 好 那我们把这三个组件选中 然后往下拖动一个 那这个时候我们 因为我们 语音的消息呢有短消息呢就肯定也有长的消息 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就需要把 某一种 某一种功能的多种状态都要做出来 那比如说我的消息最长有多长 那可能 在我们的设计规划中我们只允许它有这么长 那如果你的时间再多呢 我也不会让你这个消息更长了 可能是出于美观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出于我们辨识度的原因 那总而言之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如果有多种状态 我们需要在状态的 最小化的 最大化的 以及平常使用最多的这几种状态呢 我们都要做出来 然后做在我们的设计图里 这样的话呢 我们 其他的 公司的同事一看你设计图 那可能就明白了你这个60秒啊 是这样长的 然后15秒是这种短的 不是统一都是短的 这是我们 在做的时候就是一个多状态的一个设计 接下来呢是我们把 对方的这个 复制一下 复制到下面 那我们让对方发一张地图过来 我们找到 发现页面 我们在发现页面里面把这张地图 把这张地图拖动过来 放到这 然后对齐一下 好上下都是10个像素的一个间距 然后把下面这个对话框大小改一下 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一个地图的一个消息发送过来 那我们平常 在聊天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说发消息以外 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些消息是 昨天前天 或者更早之前的一个消息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需要给大家加一个时间的一个标识 那就表示我们 以上的信息都是某一个时间点之前的 那我们直接放一个这样的一个昨天呢 看起来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他加一个分割符 我们直接加这样的分割符呢 看起来会非常的奇怪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昨天这个字呢 显得非常的孤单 那他两个字在这呢 非常单调 所以我们需要给他补充一些细节 那我们做法呢 是在昨天的左右各加一条线 然后把这条线的颜色稍微简单一点 我们缩小看一下 还是会觉得 昨天这个字的颜色也比较深 现在的感觉还是还是可以 我们可以往上再调整一下 接下来就是我们再补充一张照片 或者视频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消息 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把头像也复制一个下面 我们需要把这个把这个气泡 跟这个气泡进行一下右对齐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确保 他们是在同一个同一个垂直的 一个位置 我们把它跟头像的这种中间的位置 进行一下对齐 好 我们修改一下这张图片 然后这张呢 如果是作为一张单纯的图片的 已经是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需要 我想要给他一些其他的一些 功能 那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发一个视频 是什么样的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这上面 把这个视频的拖过来 放到这上面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就我们这一个设计图的一个部分呢 它同时表示了两种方式 那可能就是 我们把它去掉 这是一张图片 如果我们把它加上去呢 这就是一个小视频 所以我们可以给这个 给这个小视频的按钮 起一个组命名 叫视频效果 那我们只要点开它 那我们就知道发送视频的时候 是什么效果 我们把这个 气泡的颜色 改一下 那这个你就知道是自己发的 然后最后我们在在 最下面的地方补充一个 文字对话的一个效果 我们把文字也复制过来 我们把这个框的大小稍微调整一下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圆形图 圆形图中我们还没有去做的就是这个最下面的这个输入和多功能区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下面再去补充一下这个区域 我们画一个 750 乘以128的一个形状 这个有点太太粗了 我们把它调细一点 调到大概 90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把它的颜色的设成一种浅灰色 可以稍微深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浅灰色里面呢 我们需要 拉出一块 我们的 文字输入的一个区域 我们给它设置为白色 这样的话呢 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平常聊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输入在这 我们在左边呢 我们去绘制一个 语音输入的这样的一个小按钮 绝点点 现录音输入 dro样这个 神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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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分别去绘制一个多功能按钮以及表情按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把这两个图标都画完了 那我们最后剩下来就是我们需要在左边加一个返回的这样的一个按钮 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部分已经做过的内容把它拖动过来 然后把这个按钮水平翻转一下 放到左边 然后呢 这边可能要放大一点 然后和我们右边的这个按钮呢 可能是要差不多大的 我们编辑一下 我们把它放到最左边 把这个文字稍微移动一下 修改一下 改成返回 缩小一下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呢 有几个地方还没有处理的比较好的 主要就是比如说我们表情这个部分 然后语音输入的这个整个下面这一块呢 处理的并不是很理想 那我们现在可以不要先纠结这个地方 等到我们后期整体调游的时候 再一起去处理它的问题 我们这节课呢 这个聊天界面呢 就讲到这里